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得像年轻时期的霍坚华 招来了好多盐粉 女主王双则有点像张天爱和宋义的结合版 不过杨倒是觉得她的和面稍微有点问题 没有张天爱的底子好 目测她下河发育过度的同时 上唇又有点帮不住牙床 所以总感觉闭嘴时需要很用力 今天的话就是王双一次被拔出和打他27岁的苏胡CEO张朝阳在一起了 很多人不知道张朝阳是谁 所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张朝阳最出名的身份就是苏胡的CEO 算是中国第一批成功的互联网创业者 手握三家上市公司 身家不费 但是她的私人感情生活一直都很迷 身为55岁 身价仅十亿亿的算 时王老五 据说一直都没有结婚 常年单身 且常年浪荡 之前有个传着像模像样的八卦消息 说某中年科技富豪 正在和美国排名第一的流行歌星谈恋爱 而且很快会传出婚许 大家就纷纷猜测 说的是张朝阳和美美有 对 就是泰勒斯威夫特本人 所以 她也算是胡美美穿过绯闻的男人 回过头来看 奈何这部剧的出品公司 就是搜狐 那么合理猜测一下 王庄之所以能当上这部剧女主 很可能就是因为背后有张朝阳这个金主 而张朝阳之所以格外卖力的在微博上各种般宣传 也可能是想提携自己的小女友 前阵子张朝阳 被拍到深夜带小女友回住所 一次恋情曝光 照片中的小女友就是王霜 这个策略拍的还是挺清晰的 可面很有辨识度了吧 两人吃完饭后 就有书有笑的回了公寓 整夜被出 八卦 就在 吃光群众以为现实版奈何总裁 要取我的戏马快要上演的时候 张朝阳自己发了条微博 我否认了这个消息 说只是和王霜在讨论第二季的人设 之后就去车库哥回个家了 呃 大家觉得这个书法可信吗 好了 金玉饭的瓜就吃到这里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